请假物 今天本来是一个生气伯伯的早晨 但是鹅生病了 七王批准了 我一点好好学习 以后报答你 小贝 这是什么 老师 这是我的请假条 请假条 你看你写的乱七八糟 还说是请假条 小贝 不用看我就知道 这是你写的 大八 你笑什么笑 有那么好笑吗 小贝姐姐你看 请假条的条 你写错了 是请假条 你写成了请假物 我写的太着急了 就把请假条的条 写成了物 小贝姐姐 还有这个 生机伯伯 不就是生机伯伯吗 这有什么问题 小贝 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还有个伯伯呢 什么 什么伯伯 我写的明明是生机伯伯 小贝 你也太笨了 我都能看出来 哪里错了 竟然还不知道 大宝 你这是太过分了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小贝姐姐 你是不是想写生机伯伯的 对啊 这不就是生机伯伯吗 你写错了 应该是这个生机伯伯 好不好 怎么又错了 小贝 让你平时上课不好好听讲 现在请假条都写得乱七八糟的 老师 我知道了 我记住了 下次一定不会再写错了 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你就给我批了吧 只要老师批准了我的请假 我就能跟妈妈说 谁想要放假 就可以去游乐场玩了 小贝 你再好好看看 真的没有别的错误了吗 应该没有了吧 哎呀 小贝 我都看到了 你还没看到吗 可恶大宝 怎么又是你 是你个人写错的 怎么 还不如我们说了 小贝 姐姐 但是 我生病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生病了 可是你写的不是我 你写的是鹅 早知道 就不用语音者文字了 怎么这么多的错别字 我现在就改正过了 老师 我改完了 小贝 我建议 你还是再好好看看 看什么 明明这次没问题了 大宝 我看 你就是故意的 小贝 我好心告诉你 你还这样说我 小贝 你跟我讲讲 希望批准了 是什么意思 希望 希望 不对 不是希望 那是什么 小贝姐姐 这是你写的请假条 你都不知道你写的什么吗 我想起来了 是希望批准 我写错字了 不行 我再好好看看 今天 本来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晨 但是我生病了 希望批准了 我一定好好学习 以后报答你 怎么还是乖乖的 小贝 你胆子可真大 你还敢打老师 大宝 你瞎说什么 什么打老师 不就是嘛 你写的就是报答 我说为什么怪怪的 原来就是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报答 小贝姐姐 你节目好大呀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 这下总可以给我批准了吧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 小贝 你的请假条 我不批 为什么 小贝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根本不是生病了 就是想出去玩 老师 你怎么知道啊 明天写五百字检讨 交给我 那好吧 小朋友们 我的做法是错误的 你们可千万不要跟我学